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名52岁港籍马姓女子到她诊所进行自体脂肪龙乳 也由有医生症状的人员进行 没想到手术过程中马女突然失去呼吸心跳 紧急送医后宣告不治 也让李静良的家世美诊所复评连连 图片来源 苹果新闻 根据奇摩新闻报道 马父的儿子在24日时抵台 最近行手术的刘嘉正医师等4名医护人员 提告业务过失致死罪 但医护人员分别都以30万 10万 5万元先交保 日后等待继续调查 非常遗憾 但我们过程中都符合临床专业 医生也都有外科执照 之后需要的调查与协助我们都全力配合 图片来源 苹果新闻 据悉富人是一位珠宝富商 是高概子女以七彩云南保持起家 身家拥有数十亿台币 他在香港从事的珠宝富商 也名气相当大 都是采取预约制 接着对特定的人销售 政商实力也超雄厚 常常往返台港两地 也因为知道李静良名气大裁前来整形 没想到却因此丧命 警方之后发现诊所是由李静良拍摄 但是登记负责人却不是他 让检察官决定传唤 图片来源 联合新闻 而马女参加的减肥塑型疗程 前后需发到两个月 抽职手术并不是一次就可以完成需要分阶段进行 这次来台湾他也住住东区知名五星级饭店 除了到诊所进行疗程外 其他时间就是游山玩水 整个费用 整个费用估计超过百万 马女的儿子更坚持绝对会告到底 因相关作业人员都否认有过失 后续调查仍在继续进行 而马女的身份更让许多人喊李静良完蛋了 图片来源 联合新闻网 李静良开的诊所近日传出人命 一名52岁港籍马姓女子到他诊所进行自体脂肪龙乳 也拥有医生症状的人员进行 没想到手术过程中马女突然失去呼吸心跳 紧急送医后宣告不治 也让李静良的家世美诊所复评连连 图片来源 苹果新闻 根据奇摩新闻报道 马父的儿子在24日时抵胎 对进行手术的刘嘉正医师等4名医护人员 提告业务过失致死罪 但医护人员分别都以30万 10万 5万元先交保 日后等待继续调查 李静良之后也回应 非常遗憾 但我们过程中都符合临床专业 医生也都有外科执照 之后需要的调查与协助我们都全力配合 图片来源 苹果新闻 据悉富人是一位珠宝富商 是高钙子女以七彩云南保持起家 身家拥有数十亿台币 她在香港从事的珠宝也名气相当大 都是采取预约制 且只对特定的人销售 政商实力也超级后 常常往返台港两地 也因为知道李静良名气大裁前来整形 没想到却因此丧命 警方之后发现诊所是由李静良拍摄 但是登记负责人却不是她 让检察官决定传唤 图片来源 联合新闻 而马女参加的减肥塑型疗程 前后需花到两个月 抽支手术并不是一次就可以完成需要分阶段进行 这次来台湾 她也住住东区知名五星级饭店 除了到诊所进行疗程外 其他时间就是游山玩水 整个费用估计超过百万 马女的儿子更坚持绝对会告到底 因相关作业人员都否认有过失 后续调查仍在继续进行 而马女的身份更让许多人喊李静良完蛋了 图片来源 联合新闻网